知识之中 诞生了文明 而同样 知识也能将文明毁灭 灾难在不知不觉中降临了 那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知识 自从赤王将禁忌的知识带到这个世界 便如同瘟疫一般散播开来 脑海充斥着疯狂的抑郁 灰黑色的鳞片爬满了背脊 大地也似乎被夺去了生命 只剩绝望的死迹 若非临终的大慈树王伸出援手 一切早已无法逆转 他召集祭司修建起数座神庙 并倾注了生命的神力 灾火被奇迹般地遏制 文明的星火也得以在阿儒村留存 但奇迹无法长久 只要禁忌知识存在 便永远是这个世界的病造 直到最后 沙漠孤傲的王 我的王 选择了自我牺牲 我的余生 都在守护众神庙中的遗族 如今 这份职责也将要抵达终点 在我彻底闭上眼睛的时候 眼前又会浮现起那位高洁的神明的身影 为了配合赤王 根除禁忌之势而透支力量 他的身形变得像孩童一般 真是奇怪 想起他 我便不再害怕死亡了 因为我感受到 生命的气息 将会伴我长年 沙漠的子民们啊 无需再记恨什么 但唯独这份恩情 永远都不要遗忘